为什么碰到了这个磁器的问题 好像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呢 让外界质疑的是 这个案子审查的时候 真的是因为它的环境比较敏感 是这样的一个保护区 那么计划委员内 根本没有一个是地质系相关的专家 他们刻意好像就不让地质专家 进来做审查 后来一直到很多的委员提出要求 在第六次会议当中 才由台大地质系的教授陈宏宇出席了 陈宏宇教授一出席就语气强硬的说 纳利风灾之后 马英九就曾经说过 保护区及山坡地过度开发 确实是坡地灾害的主要原因 也是平地淹水的主要原因 所以强力建议暂缓开发这个保护区 那么陈宏宇他更直言 发展局曾经邀学者专家 对本案提出建议 但很遗憾的 包括他本人在那几个受邀者 都很无奈的拒绝参加这个应要 以人定胜天的技术克服一切的方式 来背负这个开发案的背书的工作 学者专家的背景 他们说不应该被主办单位 任意拿来做棋子 那么根据了解后来呢 包括了都市计划委员 理念比较强硬的认为 应该要暂缓开发的 像是这位张书 还有下一位袁爱敬委员 他们后来就不在新一届的计划委员名单当中 换句话讲 他们就遭到了除名 子玲 这种在学界或是在很多的委员会当中 这是很常见的 就是说你的意见跟政府的计划相违背了 那你就回家洗几岁 对 就再见了 那这个案子特别明显 对 这个案子因为学者实在是看不下去 他们自己跳出来讲了 所以那一次我们跟一周刊 才能也那么顺利的采访到陈宏宇老师 那因为像陈宏宇老师 他不管在任何案件 因为他是台湾少有 就是台湾真正的地址专家不多 对 那陈老师他一直有一句原则 就是说安全的东西是不能打折的 这个他什么案子他都这样讲 所以实际这次案子他也是很坚持的 这个东西是没有模糊空间的 那确实过往的记录里面 呈现的就是说 你这些对辞济这个案子坚持认为说 不应该有任何退让跟折扣的这些委员 到了之后呢 市政府就全部都没有再续聘 那再续聘的就是我们后期 在看到的像新婉教新委员 其实他们甚至是在会议上面 跟你讲述佛经的 告诉你说应该要辞这个辞济这样子 就是到后来出现的其实都是这样子 新婉教 对 都是这样子的委员 这难道不要利益回避吗 甚不需要回避吗 我们是在后面会敲拍打 要求说这样子的说法 必须要利益回避 但是其实市政府到后来就是说消音 就是说我们被隔绝在外面的 都委会会议室外面 到最后他就消音 不让你听到我们在讨论什么 变秘密会议就是 真的其实这件事情 怎么环保团体 他们一直很努力 就是说如何去跟市府对话 如何跟慈激对话 可是说实话 就是民意代表 愿意参加的真的非常少之又少 那据我了解就是说 其实都省委员会的这些委员的态度 其实扮演很关键性的角色 在94年时候 其实都省委员的会议结论 还是说请慈激呢 利用一个月的时间从都市计划角度重新检讨 本案由保护区跨幅 早年是湖泊填土而来 再变更为设服特定专用区的合理性 并连带思考其容积率 见弊率调整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都委会的委员 早期也是语重倾长告诉你说 请你思考 慈激真的要这样做吗 可是如果换了一个都省委员 又是怎么样的结果呢 在102年这一场的 三月的这个都省委员会的委员主持人 就是新婉教委员 那当时我也有出席在现场 那我就是觉得很讶异 就是说照理说我们的想法 是都省委员应该是针对保护区 能不能开发 就山坡地啊地址啊等等 环境影响等等 来做一个评估跟讨论 可是委员呢 他在讨论的时候 他就先开中民意告诉我们说 本案的慈激基金会是 创立于1966年 长期的行善 一举享誉国内会 获总统文化奖国际人权奖 中国国务院准许成为首家 在大陆成立的基金会 这个也可以是重点哦 还有2010年获联合国成立的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非政府组织的咨询委员 慈激人分布全球20几个国家 倡导环保等等 这是他的开口 这像是提名好人好事的审查委员会 然后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期望申请单位慈激 这是我们都委会的会议记录 看一下是都委会 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会 变更大湖公园的这个计划案的结论 所以就会让人很讶异说 为什么都委会的委员 他不是就专业的立场来讨论 而是就慈激的善行 或者是说什么法华精神等等 来讨论说这块地能不能开发 所以就让人觉得说过去 这会议主席是谁啊 新婉教委员 他是应该算是一个慈激 因为他说他长期就是看 那预会的还有谁啊 其实他就是都省委员的这些专家 这些人没有昏倒吗 当然有市府的官员 有张桂林委员 李勇展委员 许俊美委员 陈春彤 还有这个财政局长邱大展等等 他们说不定也都是慈激人 有没有 当然就是说新委员 因为他是在算所有的委员里面 他最 资历最深的 那大家也都很尊重他 可是他一开头就是以大爱人的一个说法 来定调整个这个都省委员 当然会让我们觉得有所不妥 可是之后呢 到底市政府对于整个慈激案的态度是什么 其实最引起争议就是说 在通盘检讨的时候 那时候纳入通盘检讨的时候 首次的开会的时候 竟然不让这些环保团体的代表发言 那当时环保团体还曾经发生就是拿灭火器啊 去影响整个会议的进行 好像还被起诉 对 那当时其实是我争取说 让这些环保团体可以进去发言 因为本来他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发言 后来他们可以发言 可是问题是 之前完全都没有发这个通知给这些环保团体 那让环保团体觉得说 非常的不受尊重 而且这也违反了这个整个行政会议 那当时就是103年4月24号的这场 这个都委会的会议主持人 就是我们当时的副市长张金二 那当时我在会议的发言 就是要求说 慈激这个应该要整体考量 如果把它直接纳入通检的优先审查 是违反通检的原则 那希望恳请慈激呢 用善的出发点回归原貌 只有张金二委员呢 他的说法就是说 对 张金二当时他是主席 他也是副市长 他说本案有7位支持采入通检 4位支持用个案变更 因此委员会采取共事决 那至于所争议的通检 跟优先审议的部分呢 最后他们采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他们采取的是不记名投票 秘密表决 也就是说关于这个通盘检讨 要到底慈激案能不能优先审议 因为这个是违反过去的惯例 很多委员说你纳入通检 就应该整体就保护区来考量 你怎么可以例外的有一个说 虽然纳入通检 但我优先审议 有委员也提出这样的见解 但是在主席强制的 这个引导之下呢 最后既然用不记名表决 投票的方式呢 决议就是说 有多一票 四票对三票的状况之下呢 决议就是 虽然纳入通盘检讨 但是还是可以优先审议 OK 在这些过程当中 所有提出意义的人 都会或多或少影响了一些磁场 就是说他会被各种情况的 遭到抹黑 那我想这个高议员这边 有曾经发生过那些 反对开发的人 被说成是因为民进党 有建商要介入 所以去排挤了这些人 是这样吗 是我最近看到就是 市教会法师他出来的时候 他的说法就是说 这块地是因为 还有人到我的Facebook上留言 说这块地是因为民进党的建商 当时要跟慈濟一起借着保护区的开发 搭这个顺风车 搭便车 要一起变更他们的土地 那但是被慈濟拒绝了 所以这个建商的心深怨恨 然后他说这个建商是民进党籍的建商 然后心深怨恨之后呢 开始这个反对整个慈濟的开发案 那当时在节目上 我也曾经跟市教会法师同台 那我们也请教说 那到底是哪一个建商啊 是谁阻止你阻止这个开发 那他也说你们 你干嘛来问我呢 我不知道你不要逼我等等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市教会法师当然 他现在都已经不对外发言 可是他曾经所说的这些话 包括说慈濟当初去买这块地 是是否有人从中牵线 包括说有建商想要从中获利等等 这些话是不是应该要说清楚 讲明白 如果整个慈濟的开发案的背后 有这么多的利益瓜葛 而市教会法师 你又了解得这么清楚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肯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 到底这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可是如果你用这么隐晦的方式 去打击说 这后面是因为建商揭露 反而会让我们觉得说 是不是在抹黑所有反对 或者是说我们认为说 这块地应该经过环评等等的 这样子的人的一番心意 我觉得说我们在跟这个 整个慈濟相关的团体 针对保护区对话的时候 都没有交集 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说 保护区依法 慈濟应该依法行政 保护区就有它相关的法令 你应该还评等等 可是他们就坚持说 这个人是已经被破坏的 被破坏我就可以改善它 我盖这个志工大楼 就是要让它更美更好 这两个是完全没有交集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说应该依法 可是你说它已经被破坏了 然后我们说要恢复成水保公园 恢复它的生态 他说我们要盖志工大楼 就是要救灾 那我们说你去开发它 就会破坏它导致更多的灾难 他说我们要做这个救灾调度的一个急难中心 OK 这两个好像都觉得很没有相关 我们碰到一样情形 我们质疑的是说 为什么可以保护地可以不断的开发 他跟我们讲说那个人不是那个人 然后说这个人呢 其实在那段时间并没有参与这项计划 诸如此类的事情就让我们去想说 那其实我们要问的 还是那个最根本的关键原则 一个慈善团体 怎么可以左手拿善款 然后右手用谋利的行为去谋取暴利 讲到暴利 我们就说那个佛像 结果这个佛像呢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回应 就是包括各种情况 在我们的Facebook上留言 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是高科技的 是有专利的特殊材质 然后还拿去跟这个 曾经送给这个若望保罗二世的 一个名雕塑家 他的作品去比 说你看 他的那个雕塑是多少钱 那我们这个东西是多少钱 所以我从头到尾就是有一种 如最无礼物中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对佛法了解不深 到这件事情过后 我才发现佛法真的是很深奥的 好 我希望社会大众跟着我们 一起来监督 我们把信仰跟宗教放一边 把社会公益这件事情 还有对于国土保护 这个超过这些信仰 跟这些相关的 个人的这些认知的部分 希望能够公开透明的 来接受社会大众的检验 这是你我共同的期望 也是正经现实批的任务 希望大家对我们鼓励 谢谢 605年了 都连接了 相同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